过去一个礼拜的豪雨加上台风造成了很多地方积水 民众纷纷抢沙包来防止淹水 单单在台南就发出了17万个 不过在警报解除之后 这些沙包要如何处理呢 如果随便乱丢的话 很可能会阻塞下水道 让未来的淹水情况更加严重 水利局今天紧急呼吁民众先把这些沙包放在家里 下个星期一就会进行回收 台南天气放行 但是不少民众还是将沙包对放在门口 因为担心雨季未过 干脆将沙包再多堆两天 就是我们先保留着 下一次水灾来的时候 下一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备用 上周暴雨吸台再加上泰力台风 好大雨警报形成全台抢沙包 台南市就发出了17万包的沙包 现在雨停了 用不着的沙包乱丢 恐将成为环境公害 离岔和驱公所赶紧呼吁大家 沙包先自行保管 台南市水利局也表示 由于数量庞大 25号将和驱公所离岔门协调 讨论如何回收对放 而民众抢着要沙包 也出现另外一个争议 肯管处将国家公园 特别景观区风吹沙 日前也开放给恒春镇公所挖沙 装成沙包分送给民众 虽然是基于紧急应变需求 却原来民众和环保团体批评 国家公园一草一木都动不得 竟允许将沙子运出去做沙包房台 珍贵的贝壳沙做成防灾沙包 生态恐怕已遭破坏 但肯管处解释 事前跟政公所交代 不能和一般沙混合 且要全数回收 河村政公所也表示 已经依照名单进行回收 将运回原处 也不会再跟肯管处借沙 消除争议 谢谢李传 陈显坤 南部综合报导